音乐 好了, 来到我们这继续是InvestTalk的节目环节 当然, 我们现在是AI炒股功虑 不过其实本来这节目的同色 但今天实在太重要的 因为刚刚美国联署就业务识 然后昨晚美股本身正在升 然后就要跌成五百多点 港股今早回来也是要跌 所以我们今天一连串几个连着的直播 跟大家紧贴着市况 以及帮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后市会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就请Rex上来 跟大家用系统也好 或者看看他今早有什么做法也好 跟大家看着市况 多谢Rex 大家早上 看到今早早港股一开始就已经见到18,000点 还要曾经穿一穿过18,000点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今早早最低就见到17,965点 看到之后 更有反弹 恒生指数现在这一刻 大概都是跌340点左右 大概是18,100点的水平 如果我们看了十大活跃的港股最新的情况 看到腾讯方面现在跌1% 其实今早早的低位做过279个月 曾经连280元都穿了 至于阿里巴巴方面 今天也曾经穿过80元 现在要站上80个月 跌幅仍然有超过3% 美团也要跌 跌超过2% 盈富基金跌超过1% 跟息口比较敏感的友邦 今天跌幅都比较大 曾经跌到69元 现在跌超过2% 恒生中国企业跌超过1% 港交所也曾经创过低位 那 现价跌超过3% 平保方面也有超过2% 跌幅 一众的汽车股 今天的表现都非常差 看到比亚迪跌超过1% 小鹏汽车 今天曾经是再创香港上市来的新低 最低 见过51.4 现在都跌一成国外 至于药名就跌超过2% 至于信誉 虽然你看到他现在升 但其实今早早他是连80元都穿过 那现在叫做低位有反弹 是升近接近1% 至于京东方面也要跌超过3% 新东方在线反而逆市就有4%的升幅 理想也要跌超过4% 至于终于更厉害 跌市之下 现在都相算 叫做相对稳定 跌不够0.1% 中原海能 今早早曾经创过新高之后 现在到跌大约1% 先问Rex 我们一直都在节目里面 无论我和你在哪个做节目 或者是哪个平台 你一直看目标 恒指都是要跌超过123 今天终于跌超过 还要跌超过1800点 似乎 这个目标完成了 对 目标达成 目标达成之后 对 之后是怎样呢 如果你说看今天 目标达成之后 兼是一个裂口 其实现在 现在 曾经见过17000多 都很恐怖 179多多 17965 刚刚说到最短 现在 达到那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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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180多的位置 达到18100 跌幅收集 你会见到跌幅收集 就形成一个小十字 如果画面最右边 如果我放大一点 你会见到 今天是一个 裂口 低开 接着有一个十字 这个位置 其实跌好了 我自己怕是未 怕是未 怕明天再来 再裂口 或者一支阴烛浪 原因其实就是 看看现在的成交 可以先看一看 看一看成交 今天应该多一点 对 今天的成交 是多一点 你看看今天 11点50分这个位置 已经去到463亿 昨天就是380亿 即是同一个时间 即是多了80亿 如果今天 预算估计 就去到800多亿 即是比昨天更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是说 今天的跌市 或者 成交 其实是 沽盘为主 推了市 现在的AI 如何看 或者到了价 如何呢 现在 要看看 今天收市之后 有没有什么更新 会不会将 目标价 重新制定 即是重新制定 你现在是怕 将目标价 你意思是 今天收市之后 是的 会怎样去重新计算 是的 或者现在你推算 那个系统 会怎样计算 我只会这样看 如果假设 如果我先用一个 悲观点的 如果我用一个 人脑去看 如果穿了这个位置 你怕是要再量度 跌幅 就是由20,000点 那个位置 到18,000点 即是2000点 即是有机会 再多走2000点 如果电脑要跌穿 其实 很明显都是这个位置 即是有机会去到16,000点 但是会不会 今天就立即 重新计算 还是中间可能有反弹 那就要看看电脑 中间会否有些 计算 因为RSI 现在很低 而且见到 第一下 就是之前 目标价 如果用恒指计 就是18,000这个位置 那会不会这个位置 顶一顶 然后上回来 然后再重新计算 现在变成那个收市位 就重要了 站不站到18,000 或者电脑的计算 那我会自己觉得 这个位置应该会 暂时短线会首先 因为刚刚穿大位 刚刚穿大位 然后又到了电脑的量度目标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个位置 可能 顶到几天 之后就看看电脑再计 所以暂时 我自己觉得 这个位置反而 如果现在 先来做止蚀有点迟 你怕明天突然夹 少少给你 可能去到18,400的位置 之后才再跌 你怕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暂时 反而反而 我会看着下午 看会不会 反而吃点淡仓 少少 那我就不会吃完 这个我本想想问你 因为你一直都是 在做hatch 就是在沽着 即是沽着恒指 是的 我记得你 上星期 还是前星期 和你聊的时候 你还在加大 在加大菇 你现在会吃多少呢 如果我会吃的 我会吃三分一至一半 一半都不少 是的 三分一至一半 那我预 是不是代表松开口气 当然不是 不是牛市那种松开口气 只是我觉得 有机会高一点 让我再做 其实你也是 你也是继续看淡的 只不过 有碗食 就先吃了 是的 就先补了自己的本 是的 然后等位 你会等到什么位置 我会预计 因为其实 看看今天的灯号是什么 现在暂时电脑 都是 这几天偏向没有灯 看看今天跌了下去 会不会出回眼灯 所以下午我就会决定 如果还是没有灯 有机会在这里夹一下 就像之前那样夹一下 但之后再下 我觉得这里中间 可能都有几百点 让我在上面再开 所以 因为RSA时候太低了 我觉得会有些技术性后抽 但不是长久的 所以 上面有机会让我再做 因为我开的位置是一万九千多 也有千多点 成千多点 是千多 有些是一万九千八百点 是 一九八成千多点 是的 是的 尤其是 我还记得跟阿鹏口做那集 给大家一个胆子 去沽那集 其实是一万九千头 是 其实现在都有千点 OK 都相当黄论 不过 Rawr Freedom 这个 这个讯息都OK 他就说 见到七月八月 其实都突然 夹上转仓 下个礼拜 其实就是 大户掉期到十月 是的 就是期结 通常期结前 我们 都夹到那么淡 你不排除下个礼拜 有个小反弹 就是你配合 捏头大位 技术反弹 可能像你说的 下个礼拜回来 升回几百点 好像他都这样说 正路买入指数 等下个礼拜爆升 可以赚三四百点 其实都不出奇 所以都是 等待他 夹一夹 对 还有因为就是 下个礼拜 所以 因为还要是 刚刚一季 对 贵结 现在的月结 贵结 对 贵 所以 变成了 相信 期指会有些 可能会夹回 少少 但就不是 变成牛市 纯粹有个位 让空间 高一点再做 今天我们就曾经 穿过一万八千点 最低 见过一七九六五 其实 我们都 说了一万八千点 都差不多 成个月的时间 是的 我不知道 大家有些朋友 不过我先买 买一买广告 其实我逢星期一在这个Invest Talk里面都会和Rex在11点钟有一个AI炒股攻略的节目 就是会用AI系统帮大家找一些投资机会 或者不单止港股的美股也可以 大家如果想问美股的话 我看到有些朋友都在问 大家也可以留言问一下你的问题 但是 为什么我们会估一万八千点 就是因为这七五零零 这个恒生 反向两倍的ETF 就是它是看跌的 他在大概个几月前 就出了一个讯号 就告诉大家 它是有机会升到某个位置 而我们多番计算之后 就发觉这个位置 就代表恒指 是有机会 试慢达点 甚至跌穿 今天终于实现了 这个 7500的 FIE南方恒指的ETF 其实都差不多到目标价 是的 今天终于实现了 其实都赶了一个月 就赶紧的信号 就是赶紧8月24号出的 当时 就是一个 紫色的一个头肩底 升穿了 颈线 量度上是7.3 那是7500升上去 就是说恒指要穿上去 现在就发生了这件事 到了今天 或者到了当时的目标价 就是7.31 今天最高就是7.26 即是很近 我就当它是中了 现在的 现在其实 中间 当然有点高高低低 会夹一下 曾经夹过两下 但又夹不死 是什么事件呢 包括李克强的19招 以及业楼那下 就是那下 扭那下 夹一夹 但之后 都保持着恒指就跌 而7500就升 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 刚才杰森都说了 那些旗子 淡仓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由8月 20兆开始 或是弊尾开始做回来的淡仓 现在去到7.31 即是到了目标价 亦都是刚才我们所说 18000左右 就应该要 可能先吃一点糊 因为这个位 就应该是 什么位 什么概念呢 其实这个7.31 就等于 5月10号 那时候恒指 或者叫做7500的顶部 因为它有个 每日叫二百能城 这一刻 升到这样 不代表就是 但是那个洩 嗯 正常地说 因为它两倍 所以它吃了那些价 但是现在叫它去到顶部 所以见到恒指又低了 但是7500还没破顶 就因为那个价差的问题 所以其实就不持久的 7500 不可以长错 因为你会 亏过Rolling 即那个旗子转仓的位置 还要两张 所以 如果吃到这座 升幅都不错 不错的 是呀 还有你是hash的 就是你如果有正仓 其实你这座应该顶到不少 所以 现在这个位置就叫做 你可以take a profit 就是单仓 但是就 看看会不会低一点 再有其他讯号 这个就 所以就 到参与度价了 暂时就不建议大家 再做任何新的开创 反而就是 逐步食股 如果反过来 我们刚刚说 短线可能有些反弹 会不会有机会 正向ETF 7200 或者200 会有些信号 可以看一看 还是 不要试 不要住 大家都是小心一点 其实 今天都 准备有个信号 先讲一个大体 如果说7200 其实都 和恒指一样 我给牛红分界线位 是4.8 就是用7200 4.8 这个位置 现在 4元 其实就 深潜了下去 亦都是以 刚才说4.8 这个位置 可以做一个短线的反弹目标 其实都未必碰到 你会看到 过去几次反弹上来 都碰不到 就是给黄色线 对落少少的位置 可能4.6 其实就已经压住了 现在其实 有没有什么形态呢 有的 现在就 看看今天收市是怎样 这里其实就量到 首先就是一个 绿色的 其实有少反弹中间 但是弹不到 那些位置 其实就是一个 下降的 一个 跌破 就是画面中这个 是一个平行线 绿色的 那今天 裂口低可能就稍微跌穿了 刚才刚才所说 如果今天不能够 跌少一些 或者至于阳烛 不能够 叫做 站好一点 在区域里面 其实有机会 再量度跌幅 这个也是刚才所说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暂时刚才见过 17,000多 现在都收回上来 我就当它 先站到 18,000收到 我想看看会不会这个位 会不会打弹上去 才再下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 刚才就是说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形态 因为现在穿了 好像穿了 一百二几几的那个底 今年都没见过 1235 对 1235这个位 你害怕其实不止 你害怕它继续有 year low 只不过因为有个期间 中间夹一夹 你又无谓给它夹 只不过上面再做 可能10月 11月再有个低的位置 这个就是 为什么部署就是这样做 但是这个形态是要等今天收市之后 是的 等今天收市 现在这一刻未确定 现在未确定 但是可以给你个位置 3.3 如果确认了 如果今天收市是一个很差的状态 或者 就算夹完也好 如果真的穿4元 电脑袋落是3.3 就是说 如果照样计 现在大约3.9 差不多10 差不多20% 是的 大两倍 2倍 那就是行指还会跌到10% 刚刚2000点 10% 1800 就是1600 最弱的 所以刚才说 肉眼镇都镇不到 但是这个就未肯定 这个未肯定 要再观察 还有我们刚刚说短线会有些反弹 是的 我们觉得短线 但短线可能就是期结这几天 你当图身门 不会长远是升的 长线都是沽 是的 所以就为什么 你说会加仓 所以我也不敢说 为什么 我刚才说期指淡仓可能减三分之一半 就是因为 为什么还要留一半 就是因为我觉得中线都未必是太好 是的 你会见到 那个昨晚美股那边 你见到先升200后跌500 之后都负700 然后跟着那个点阵图都很吓人 是的 406 是的 406 然后 明年会有5点 点阵图有个高了 就是说还有一些高点会见 就是说应该是2023年 就是说明年年年头 可能会加多一点 就是今年会带到来 下年初 然后然后就 可能维持不加不减 然后去到2024年才有机会减 变成2023年就长期保持 可能四厘半至五厘之间 所以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其实 我想 就是未说那么快跌完或者见到那个曝光 嗯 那这个就是港股 或者说真的 目标价18000 Rex的系统 就已经到了 但是其实情况只是会更加差 不过短线可能会有点反弹 没错 我想看完美股 因为本身Rex 你也有看美股 系统也有跟美股 昨天就你刚刚也提过了 先升后跌 尤其是 阿鲍威尔说话的时候 都是跌 我都记得其实印象中 你本身对美股的看法 都不是太过乐观 我记得有些朋友 如果持有SQQQ 都可以继续持有 是的 我想经过了昨天的意识之后 其实现在的看法 都是比较淡 美股那边其实都是 淡一点 但是叫做比较好的港股 为什么这么说 起码未穿底 但是你说之后 穿不穿不知道 他未穿6月的底 未穿6月 未穿今年的底 起码未穿 不是E-Low 但是 都不乐观 为什么呢 因为在缘崖边 现在上面给了一个 记录点 牛红分界线位是32,000 32,000 就是说如果这次 虚幸努士 百威尔再扭过来 扭正 或者 放甲 这样才算 我当是这样 但上来都是32,000 32,000 32,000是什么概念 两个礼拜前 不要说 34,000 那些位 32,000 都已经是 牛红分界线 你会见到上次曾经试过 反弹上来 连续四天 是威势势 然后一日跌回 现在就进了红区 就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我想 这种格局 叫做大回小涨的格局 都会维持 现在叫做恨好的 叫做短期内 这个礼拜已经捱了一阵 现在到差不多 三万点 三万点的边缘 亦都是大概 六月 中旬 那些位置的底部 亦都试试这些位置 我相信这里会顶下的 就是会顶到一阵 但是如果万一穿了 就麻烦了 因为穿了大家都看到 很明显右边 这个是一个头肩顶 到时又读一些 又读新东西 还要读这个读 是4,000点 当然你说三万减 4,000也有26,000 也有二字头 我怎么也比港股 因为港股 你说穿了 未穿今年底 是的,但我想说今天港股 是去到2011年的低位 即是它不是单纯穿今年底 那么简单 它是去到2011年的低位 即是你可想认知 11年前的低位 是的,很惨 可能美股就叫做好一点 虽然都是红市 但是没有那么红 可以这么说 现在下来这个位置 反而未必建议做淡仓 即是现在先离开 就有点迟 反而因为已经挨勤之迟 还差百多点 所以 美股会比港股 看高一点 但是也不是乐观的 反而我反过来 它弹上来 我再做淡仓 你刚刚提过 也是 你弹上来做淡仓 但是有些评论 它短线会反弹 它本身 可能是持着SQQQ 那些的话 应不应该食股呢 还是可以继续等一等 我看看SQQ的样子 SQQ就是 -3X 看淡纳指三倍的 杠杠ETF 即是说纳指跌 你就赚钱了 你就很开心了 那就看淡的 现在其实 昨天的 洋竹 就是昨天因为大跌 那个其实就升穿了近期的高位 我先不要这么花 这样 现在你会见到 放大画面右边 昨天这枝洋竹 就是突破了一些位置 现在其实向上 你会见到 可能先回到前顶 五十多六十元 现在我先说支持位 红分界线位 44.95 就是你当45元 其实如果保持到45元 其实也硬正 这个亦是ETF 亦都 反过来就是 纳指会不一样 因为 如果可以升纳指 就会跌 现在那个AI 量度的位置在哪里 或者目标价 多少呢 现在如果你量度上去 电脑就量度到最新的目标价 就是 73.88 73.88 是的 水位高 即是软 这是一个什么形态 是一个头肩底 画面中右边 一个山形倒转了 颈线其实也挺齐的 齐口 就是那条虚线 虚线位 就是50元的位置 一翻上去 即是一反上去 就73.9 这个位置 其实很高 因为 都差20多元 差不多 四十几个percent 差不多 50 不过就三倍 所以你 除了三 十几个percent 十三十四个percent 纳指会跌 十几个percent 跌十几个percent 现在跌十几个percent 所以你会计算到现在 一万一千 十几个percent 就是9千 就是跌一跌一万 但这个就不是短时间内发生 因为始终你本身这个图形 也有一段时间 没错 那要多久 其实这个图形 怎么看呢 就是由左边这个位置 开始位 7月13号 去到 昨天 我当昨天突破 9月21号 就是走了两个月 多一点 就是说 通常我们要预约一半时间 就是走半边 走一半时间 就是一个月左右 一个多月左右 就会 去到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73个位置 就是说 这个一个多月 其实都会几烂 就是有少反弹 但是整体的趋势 仍然会向下 嗯 这个就是 所以 美股都不是乐观 只不过你觉得 我们说 叫好过港股少少 因为 纯粹你现在从指数计 对 起码人家仍然在今年 低位置上 但我们连低位都穿 去到2011年低位 所以感觉 就非常之不良好 不过我想如果这样说 因为始终美股 你刚刚提到 可能有机会短线 有些反弹都不出奇 会不会真的 有货的朋友 就可能真的 看看会不会看着目标 没有货的朋友 其实是否应该 等他有少少回调 可能真的回到你刚刚所说的 牛红分界线 现在部署 都未迟 是呀 杰森 首先 你给大家个 记录 牛红分界线位45 而颈线位 50 这个位其实应该 45至50 就是用SQQ来计算 应该都做得挺好的 这个位置 也会是一些 约粹45月好 你会是一个 叫做开始做淡的 的位置 可以做 还有因为 我相信 现在的RSI 都低 我想 就是说今晚可能 有少少反弹 那些位置 看看它彈成 那就可以慢慢 逐少逐少加回 如果一有机会 就是突然间 弹高了 乐观了大家 突然间 那一刻就可以试一下 那我们见到现在美股三大指数期货 暂时就偏远 就是你见到 现在我们看到图中这里 0.5% 这个是道指期货 叫做守得到 3万点的位 标普期货 就刚刚稍稍 穿了3770点 至于 纳子期货 我们看看纳子期货 反而跌得多些 现在大概11550点 这个位置 纳子100期货 所以就要看看今晚开始 之后的情况 但是 整体的大方向 无论是港股也好 或者美股也好 都是不好的 那我们看回恒生指数 中午收市 过了 最终现在我们计 18,097点 跌了347点 至于半日成交方面 477亿多 就算是比昨天为止多 那我们看看 中午的10个 最终会有港股的收市 中午的收市 腾讯方面 283.4跌了 接近百分之1 阿里巴巴 80.25 跌超过百分之3 美团方面 跌超过百分之2 收报163.2 盈富基金 跌接近百分之2 中午收报18.75 油邦 跌穿了70元 中午收报69.3 跌了百分之2.8 恒生中国企业跌百分之1.4 是收报62.48 至于平保跌了超过百分之3 中午收报41.4 港交所 暂时守住280元 中午收报280.2 比亚迪方面 214.2 小鹏汽车 53.3 Rex 大家 很多都比较关注 就是个股方面的情况 今天来说 我们看到跌势都相当全面 不单止是旧经济股 新经济股 车股全部都要跌 其实现在的系统里面 例如我们不如 大价股的说 ATM 腾讯美团 阿里巴巴 就算我们看到它的插底 建底也好 是不是都不适宜撩底 是的 其实现在 其实你会看到就是 之前说有个目标价 297 那个位 其实都已经再穿了 之后当然 电脑现在就没有 再新的目标价 即是它都还在等 不排除上回来 它会再看回淡 再勾回上来 看看会不会有个下降轨形成 现在上面其实那个 叫做顶位 或者叫做反弹目标 阻力位 在319 亦都是黄色线的位置 就是牛红分界线位置 亦都是上次 那些顶位 是的 现在其实就越移越低 其实有少 有少少 失望的位置 因为一来 它叫做有点害怕批了 终于等了那么久 终于批它 网易都有 但是我觉得好像略为 在一个迟了 就是你去穿了300 才来批 但是 南非都 心意义决要沽 其实这段 就不断地走 即是投资者不断地走 结果就是这个身份 就算批了也好 结果都好像 没有太大的刺激性 现在变了 就拉着恒指 再加上 息口上 如果你做一个 Valuation 你的Discount 即是 Discount rate 会高了 你Discount rate 就是价格的价格会低 即价格的价格 现在就慢慢向下 其实我自己会这样看 RSI当然低 短线 我觉得 最后和刚才恒指 相关性都高 可能会夹一夹 好像一两天会弹一弹 好像没有事 但是我自己觉得 300左右都开始 300 300多都开始 顶顶顶顶 又要再想办法 300 就由支持位 变了阻力位 是啊 还有之前有一集都跟你说 我们现在的腾讯 其实腾讯都买了很久 但是可能一两个月之前 一个月之前 开始已经没有腾讯 在我们的仓 尤其是 我记得 南非说 我记得大概 一个多年 两个月前 说开始无限量 可以批准 股东 那时候开始 都跟着一起批准 那时候也不是很高批 都是320 310 那些位 所以现在叫我下去了 那你说会批准吗 就是会不会批准 看不到有什么 有因批准 一来没有一个 牛市讯号 或者一些 向好的讯号 或者向上突破 再加上一排红灯 就是cash 不断的outflow 那结果就只有 你买了进去 你可能 一两日升 但是之后又跌回 所以我就 没找到那个 无论 无论AI 或者我自己 用Fundamental 所以暂时 我就 吃月花新鲜 可以这么说 但我想问 其实现在 我现在想看 开 我要开到 公布啊 几年图 2020年纪疫情底 才叫做找到初步支持 那时候多少 不是啊 穿上了 穿上了 绿色的位 绿色的位置 我们现在要去到2018年 是的 271 可能有机会去到 26多 其实现在我们是完全毫无支持位 可言 所以如果再下去就 20元 就是落到25元 那时候 下一个暂时的低位 应该大概250 这是2018年的10月位 251.4 2018年10月底 是的 差不多成30元 是的 所以 向下的机会 还有 如果我们计算到 反弹 他也有反弹 因为始终 它的关容性大 但是你弹完 要再插 我们刚刚计算 插多2000点 是的 16 那他跌多10% 都差不多 是的 就是这个 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现在 南非又走点 我反而在想 他们会不会这些位 估火 他们赢很多 他们赢很多 然后他们可能 几毫 如果计算 那巴巴呢 巴巴 今年 巴巴今年最低 $71 人民 但是今天来说 曾经连80元都穿 那他也是 跌多个升 是的 巴巴呢 其实就去回 真是去回 之前说的 五月 $71 $71 就是俄罗斯底 打仗之后 插了下去 现在就去回那里 那 今天会不会穿 或者看看有没有什么形态 暂时电脑就是neutral 没有说 要看探 或者怎么样 看看会不会穿下去 就可能不排除 会有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 可能会顶到一下 今天反正都已经 三四百 应该不会八百 那 如果我当没有 三十应该不会 这可能会先咬一咬 但是 我也觉得 穿下去 如果 假设 因为美股那边 如果真的要 打弹 我当期结之后 10月回来再估计 的话 因为 接着又有CPI数据 就是你讲9月 如果那些位 又再给大家的惊喜 就是negative surprise 其实你怕这些位置都收不了 还有 其实他都没有什么catalyst 你只是刷一样 就是不退市 然后 本来本来 本来就是说 开始在香港做审计 对 但对他完全没有帮助 完全没有帮助 大家完全不理 因为 那个focus 去到大环境 那变了很多 就算出业的业绩 甚至 你讲的1772 那些其实不差 业绩 甚至269 但是当然 变了其他大的focus 就是可能 政策 或者 那些focus 那变了 不理的 如果大环境 一落 全部红了 就一起穿 但是 我自己觉得 可能有一两天 还有少许位 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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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再跌 大环境再跌 那我们看了3690美团 本来 ATM里面 其实美团 是相对 硬硬 少少的一只 但是他今天 都要敌不过大市 都是要跟随向下 那他的情况 究竟是会更加 弱 因为他要追 如果他要跌的话 其实他 是要追回 腾讯和 巴巴的跌幅 是的 还是会比他硬硬 两只呢 因为其实 现在就要看看 这个位置穿不穿 大家画面都看到了 我先撿开这里 他有个底子在这里 几次 很平 很稳定 叫做硬硬 就是打横行 那个位置是多少呢 159.5 159.5 那今天其实很近的 今天最低 160.3 那你就是 看看这个位置 会不会搜到 如果假设搜不到 其实电脑就 觉得他搜不到 但是搜不到也好 那个位置不是很远 只是153 搜不到 觉得下个位置 就是153 那现在电脑就在跌 153 那现在上面 你说反弹 上面不是很多 上面那个红分界线位177 就是说是15元左右 也是说三天之前 两三个月天前 其实曾经见过 176.7 升不过之后 就搞成这样 就是跌了下来 所以其实都是 反弹上面沽会好些 这个就看150多 那么目标位 比刚才那几只 就近一点 就是比腾讯的目标价 应该再近一点 如果跌穿 就再下 我问 如果 现在就153线 相对的硬朗一点 但是还是跌的 都是不是乐观的 只是跌少一点 是的 好了 这个就是ATM的大股 另外再谈一个大股 大家都是关注 你刚刚提到的沽货 都有沽货 就是比亚迪加2011 不过似乎 做了两次动作之后 巴菲特之后 就停了 停了之后 估计 都叫做停了在某个位置 不过但是 今天都要跟着大事 但是他的话 有沽货 巴菲特沽货的阴霾 都是不乐观的 是啊 其实你会见到今天 都穿了一穿 那个底 叫做好 幸好有个锤 好像 拉上来 那我今天最低见过 就是206.8 其实穿了 近期的底 就是210 那些位 现在其实你会见到就是 在一个红区 大回小涨 上面反弹的目标就越来越小 就是越来越低 那就是256元 那你会见到就是最特别的地方 是有绿灯在右边的 但是跌了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现在是大回小涨 已经在小涨着了 就是说其实已经有些 cash flow 或者那些 momentum 已经在进入 尽量令到他打横 就是 不要跌得那么厉害 但是 好像 好像洩红 你没办法 定得住 那么现在变了 cash flow 了进去 都没有 就是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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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钱进去 但是都没有一个 明显的 咬上 因为有些裂口在这里 很多裂口出现 那结果就 现在叫做好一点 就是你说 整个形态就叫做 他可不可以今天 可以站上高一点 那你说现在 现在正在试底 你说五月 或者俄罗斯底 穿二百大不大呢 机会 现在 近二百元这些位置 之前的钱再远一点 就是说到一百六十五 我会觉得是打弹上会穿的 因为如果恒指衰的话 就应该会拉进去 还有股神没沽完 股神那里很多货 我相信 弹上来他都会走 所以 升不起 就算销售多好 我觉得 都未必拉得到 所以 我会 都会审慎一点 这个我都是没有 这个股份我现在都没有持有 好 这个就是 几只大价股 都是要小心为上 不过呢 讲到这里 我想刹断Rex 一会儿 为什么呢 刚刚看到新闻 就 我们不是说了很久 究竟香港 什么时候加息呢 最新消息 汇丰银行就宣布 由明天开始 就会上条这个P 最优惠利率 但是他加 我发觉香港这几次加息 很可疑 他是 他不要说跟不跟不住 但是他的比例 很可疑 今次就加12.5点 我也不知道 0.125 P就会由5厘 调高到5.125厘 不过其实如果看回 对上一次 调整的利率的时候 上一次就要回到2019年 当时就是减12.5点 都说了很久 究竟香港什么时候会加 随着联储局 已经加了三次的0.75 之后 随着 银行 又越来越缩少 香港的加息压力 都相当之大 所以 率先 第一间比较大型的银行 亦都宣布了加P 我相信 随着 其他有几间大 甚至有些中资 对 我想他也不敢加太多 因为始终供楼的人 也有 你供楼人士来的 你有没有担心 所以要选择位置 如果某些位置都跌 就没办法 但是我想问 绝大香港人的买楼 我想过去的十几二十年 都是用H-on 是啊 但是H-on之前的封顶率 其实都一直加上去 其实本身对公楼的影响都大 是啊 都大 其实你现在怕是 因为你加那么慢 利差阔了 你加快 其实他不敢加的原因 就是因为加太多 原因就是因为 怕影响经济太多 但是会有什么 如果加那么少 会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加速一些钱 更加流走 因为美金现在更加吸引 是 因为没有加那么足 relatively比昨天美加息之前来说 现在美金更吸引 更吸引 所以你会见到就是 会dry up 那个存款结余 就是那个银行体系 总结余的数量 然后接着就有机会 就会推高 隔夜叉息 或者H 那些东西 变相就一起拉上去 但是他不能不这样做 因为这样可以 叫做 拉回时间出来 叫做拖一些时间 就希望他流走 可能 钱走可能都要一个月时间 但是至少有多一个月时间 不用供贵楼 就是他情愿这样 钱走 都不想 工楼的负担 突然间 一夜之间加太多 嗯 因为你试想 如果一夜之间加 0.7 真的暈倒在这里 但是他 怎样都要追的 只不过时间上 慢一点 是的 情愿追慢一点 就是by time 是的 但是这样 有事情犧牲的 就是投资者 就会 就是 变了美金那边 那港匯就会继续转的 我们要接多些货 我们看一看汇控 汇控 始终 虽然你说现在加息 但是始终 宏观的经济环境 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你见到今天的股价 都是跌了超过百分之二 那我们 这一条问题 好吗 因为有位朋友 就想问Tesla Morningstar Tesla 回到什么价位 就可以买 其实本身 Tesla 虽然股价是要跌 但是其实 在过去这大半个月 美股调整期间 我觉得Tesla的股价 是相比大市硬正的 但是反而我就是担心 他有没有机会 可能会最跌 究竟如果真的 想买Tesla的话 是否建议 有个这样的买入行动 回到什么价位 买比较好 Tesla其实就叫做 就是它拆小了 你会见到就是相对地 硬正一点 首先它是在牛区 牛区分界线上 牛区分界线上 牛区分界线上是多少 284元 284元 现在300元 其实现在升高了一点 亦都是去回 我们所说的 顶位 顶位是多少 314 这些位置 其实昨晚 它最高是见过313 那些位 其实跨近顶 虽然跌下来 但是相对地硬正 因为其实还在 不分界线上 现在其实 电脑就有一个 形态数据出现了 就是有一个 黄色 小小的一个 区间在下面 做底 之后 度上来 334 我相信 这个都会慢慢向这个位置 向上 跌一跌 又不是很远 10% 所以Tesla会好一点 你说相对于大市那边 我会 因为始终大市 衰 我会建议一个策略 要么就是 Long Tesla 然后Shop 或者叫看探 指数 如果选指数 我会选择港股 即是我买美股的Tesla 就沽港股的 沽行指 没错 沽行指 或者沽科指 对 沽科指 Pair National Trail 对 Pair National 即是 变成了西升东降 但是是选择这只 不是西升东降 是Tesla升 Tesla升东降 是Tesla升东降 没错 这个就有一个策略在这里 那好吧 我们先谢谢Rex 多谢你 今天就和我们 联续议息之后 港股穿万八 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策略出来 但这个策略究竟会是怎样呢 先等港股升一升 是 升完之后 慢六点 暂时最初步是慢六点 如果再下去电脑会 再确认这个 好那我们等待确认 很容易的 只要你 烤实我们逢星期日 11点钟AI炒股功能就可以了 那我们下个礼拜和Rex再见 好吗 大家先不要走开休息一会 因为我们稍后就会有段杰 和我们今天一位新嘉宾 就会和大家股市不断说 用普通话的角度和大家分析后市 我们稍后见很快回来 《新闻》 收听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